包括您的小说里写到的很多男女关系 都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白了吧 咱们北方人的看法就是不痛快 就是两个人就是哎呀好还是不好啊 你想想看你不痛快 我北方有一个朋友就说 你写的什么呀 就像你们上海的黄梅天 年年糊糊 那里头这些人都是干嘛的 骂了我一大推 骂完之后说 我要到上海来生活 就是说我们北方那个男女关系 就是很明白的 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对不对 我们都很阳光的 你们这个气候原因可能是什么原因 怎么搞的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 你北方就是阳光 你北方就是怎么样 你真的到一定的程度上 你要去研究一个人的时候 你比如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的话 你如果正好没碰到一个 那种就是行就行不行拉倒 真好别碰到一个他 或者有其他复杂原因 不能跟你立刻就好 你们两个人实际到最后 也会相互看不清楚 到底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 或者你在办公室一看 我的同事这一男一女两个人 白天那么要好 他们下班了以后 这两个人到底在干嘛 你不会知道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城市就是这一点才好 你看不清楚才好 暧昧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过去 王家卫的电影里 就拍这种 就是咱们说的 他不痛快啊 他有不痛快的那个味道 对啊 就是男女两个人呢 很多个算计 很多个想法 我就觉得你简单来说 浪漫的那就穷摇小说 哎呀哎呀 然后就怎么样 或者就像是我心狂野 但是你看 其实就是说 我是觉得这个上海的 这个文化当中啊 有一种自制 有一种节制 但是他当然是有情 有欲 但是他这种情欲 和他的拎得轻 就和这种计算 混杂在一起 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不想 不能又不能说 哎 完全你看我这就是hold不住 你知道吧 完全就不动声色 男女两个人 可能一场互相的打量 已经进行完了 所以说并不是上海人 天生的就比别的地方的人聪明 他的生活环境 对 他慢慢孕育出了这种精打细算 对 然后在没办法里找办法 对 这种特质 城市吗 我刚刚听金老师讲 我就想起了好多 因为我小时候 我们家住的房子 就是那个先是 最早最早是共用的 那个厨房 后来开始改了嘛 那个房子 我看你书里面也写过 变成就是一家一家对着的 但是中间有个走廊 你知道吗 就是我要想去我们家厨房 或者我要想去上个厕所 我得经过个走廊 对 你也看一看 你跟谁看一看 我那时候小呢 我那就永远就是 其实有时候那个邻居什么的 你也就 你想那个路 就这么一点 你换不换衣服呢 你肯定也就穿了个睡衣 你就过去了 所以上海人 为什么穿着睡衣能出门呢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这么练出来的 上海人那些女人 穿睡衣出门是 我打断你的不好意思 就是说 他是把这个 弄堂之内 都算成自个家的 就是说他在 弄堂范围里面 他就知道 大家相互都差不多 头上弄了什么 说了要发夹 什么穿的什么 他真的有一次要上班了 走到弄堂外边 他反正 那个单位里 没有自己弄堂的人 哎呦 这个是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空间观念 你明白吗 就是他实际上 是把他这一个 这一个弄堂里的公共空间 当成他的私人空间 就是都是家 因为住的太密了 但是呢 又在这样的一个私人空间里 甚至他夫妻之间 都能各管各 是 算账 吃亏 占便宜 都能清清楚楚 彼此要平衡 哎 你说这个里边 私和公 他是说不清的 到最后就变成 看看 看看 很好 谢谢 多看看 多看